二千年後,蕭若元述往事, 論當世,思來者,和大家一起誓說太史公, 史記,劉三日, 在望移公三日,趙高炸趙衛士, 於是就叫那些衛士, 炸趙那些衛士,令時佳素服 持兵來向,穿素服, 我不明白,你穿普通的衛士進去,不需要素服,令人 驚覺,內向走到裡面,已經劫持了一群二世, 入告二世約,山東群道兵大志, 山東的賊打到進來,二世上官見智, 二世上官見到這些穿白衣白褲的人,他說這些是叛軍, 恐懼,很害怕, 高職因劫令自殺, 他說現在那些叛軍打到來了,你快點自殺,他不肯自殺, 就強行幫他自殺,殺死了他,其實就是殺死了他, 引洗而配之,自己配了皇帝玉洗, 左右百官莫松,但是沒有人聽他說, 趙高其實也不是一個聰明人,是一個蠢人,一殺了秦二世, 皇帝就沒有人聽他說,上電,電玉壞者三, 他自己上電的電,無端端震起來好像想倒,三次, 可能是地震,高自知天佛羽, 天都不肯讓他自己做皇帝,群臣佛羽, 群臣又不聽他說,乃趙齒皇帝, 於是趙了秦齒皇的弟弟,受之釋, 其實趙高是控制不到秦國整個朝廷, 控制不到秦國整個朝廷,所以 迫著要把帝位傳給 蠢子皇的弟弟, 這個子英,子英職位, 患之,趙高這麼危險,他當然很擔心, 乃炸陣不聽事,他就炸病, 與患者寒談,加上另一個太監寒談, 及其子, 炸帝什麼都不理,先讓趙高鬆弛,然後有一日趙高來,他們幾個就拿劍, 去斬死趙高,謀殺高,高尚潔請病, 聽說他病來探他, 因趙入,於是就趙入來,命寒談刺殺之, 一殺了趙高,他整個黨羽就散了, 二期三族,把趙高三族都殺了, 子英立三月,子英做了秦國皇帝三個月, 潰公兵從武關打進來,至 咸陽,群臣百官皆叛, 沒有人聽他說不適,於是子英與其妻子, 至係其頸已早, 降子道旁,這些是王者投降的, 就是拿一筆白鑿著頸,預備隨時死, 就在子道旁,在池道旁邊, 迎接劉邦, 潰公恩以贖利,潰公就叫, 將他收押了,劉邦就沒有殺死他, 漢王志而斬之,漢王,漢宇來到, 當然是斬了徐根,殺死他,遂以亡天,於是 秦朝去到這裏就亡了, 好了,太史公約, 李斯爾呂嚴歷諸侯, 李斯爾一個平民,經歷過秦國諸侯階段, 經過諸侯入侍秦, 因而下人,因為有少許機會, 於是他就掌握到,以父子王幫助秦子王, 出城帝業,這個功勞很厲害, 施惟三公, 不知是三公,還是首席大臣, 可謂尊用而得到重用, 施知陸毅之歸, 施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是 殉兄的弟子,他是獨屬了陸毅, 知道陸毅的要子是什麼,歸屬在哪裡, 但是他不務明正以赴主上之缺, 他沒有赴主上的缺失, 叫他修明正治, 持著陸之重,因為貪心的著陸, 地位這麼高,有這麼多錢, 歐順九俠,奉迎皇帝, 嚴威酷迎, 根本就是秦子王的時候,已經是用酷迎去對付人, 聽高邪說,更加聽趙高講, 廢的立樹,廢了太子, 而立湖海,諸侯已叛, 到諸侯都造反, 施乃欲賢,那時候你想勸,不亦沒虎, 是不是太過遲? 人家以施極忠,而披五刑死, 人家很多人都說,李施很忠心, 結果他捱盡了五刑而死, 察其本,乃予俗義之義, 其實說回他本來,他就是活該死, 這個和一般世俗的議論是不同,因為他有份搞到秦國這樣, 我都講過,秦不是亡於秦二世, 秦是亡於秦始王, 推下去二世是沒有理由, 因為秦二世一職位, 陳勝不講已經起兵,三年已經亡國,做壞事都做不及, 以國安時的交通,三年的政令都沒有搬下去, 不然,如果不是,他只是替秦國奪得了天下, 定下了一套制度,他的功勞, 師之公可以周召列宜, 他的功勞是可以和周公、趙公相比, 建立一個統一的,第一個專權統一的封建王朝, 如果他不是搞到秦國這麼快亡, 他的功勞是否可以和周公相比呢, 其實嚴格來說, 李斯樹立一個統一中國, 如果你覺得統一中國是一件好事, 李斯是有很大的功勞, 我自小讀書已經覺得,為什麼羅馬帝國滅亡之後, 沒有辦法統一,現在就叫做歐盟意圖統一, 中國很快又再統一過,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原因,這是我十幾歲時候的看法, 就是因為統一了文字,統一了文字, 就有統一的基礎,因為 你知道以前歐盟都不方便, 去那些鄉下,各有各的讀音, 各有各的讀法, 讀一讀一下,如果你用拼音文字的話, 各個的寫法不同, 由寫法讀法都不同,就變成另一個民族出來, 中國無論你怎麼讀,那些字沒有關係, 照樣寫的那些字,於是內在的管治成本 就大降,統一的成本就大降, 這個和統一了杜亮恒, 居同軌,書同文,統一杜亮恒, 是令到統一的成本大降, 所以中國持續地統一的時間, 是多於分裂, 但是這個是我十幾歲的看法, 這幾年的看法,很多已經改了, 這個列轉完,